我上次面试了一个小朋友 特别有意思 然后他来了之后 我就问他 你那个视频什么做的 结果他说 我摩羯做的 当时我都闷了 就招聘是一个 很严肃的一个场景 当时我都忍不住 我都笑啪了 然后那个同学 其实好像也不好意思 今天谢谢米娜杰 到访我们的演播室 和我们一起 共赏这美好的 泰晤士和合景 以及这个漂亮的 切尔西豪宅 我在这里 替观众向米娜杰 问一个问题 米娜杰 你在网上有那么多的粉丝 在我心中 也是一个超级大逼 一样的人物了 就是想弱弱地问一下 你是怎么搞钱的 没有没有 我觉得就是 我真的还觉得 自己还不是大逼 就只是说 我在小红尚做的 比较久一点而已 所以想要去 玩一玩这个平台 玩着玩着 觉得自己发发 分享一下经验蛮好 我们要听干货 你是怎么 做到那么多粉丝 怎么就是成功的 把它变现 我首先第一点 因为我就自己做 马丁的嘛 所以我会给自己定位 就是我可能选择的赛道 就是我觉得更适合我的 然后或者说 是我讲的东西 给大家更有用的 所以其实我觉得 做自媒体 也还是要有利他的一个心态 怎么是让人家觉得说 就这个东西是有用的 因为有时候 你自己觉得好的 不代表人家觉得好 我其实刚开始是 做旅游 吃喝玩乐 比较多一点 然后疫情开始 那我就开始分享一下 自己马丁的知识 一个视频一发 就还蛮多人都喜欢的 我还记得 我那个时候 就第一个视频的时候 就是还讲话都讲不清楚 我就自己就很尴尬 剪了好久 现在就已经是老司机了 所以对着镜头就是 对达如流 文如泉涌 那倒也不至于 真是成语好多啊你 真是有才啊 好多成语 就是这些知识的东西 很感兴趣 然后就慢慢开始分享 越来越多的东西 就是职场啊 然后包括说自己买房啊 因为这个其实 也是很早就买房 那从来也没考虑过 就去分享 然后就发觉 就是我想要针对人群 可能是跟我一样的 就到这里来读书 然后之后找工作 这类的人群 所以我其实带着 是marketing strategy 去做自媒体 就是首先找到 自己擅长的地方 找到消费者的痛点 然后我自己 有些什么优势 可以能解决 他们这样的问题 我的针对人群 其实更多的 就是在英国的一些 学生也好啊 英国的华人也好 所以我基本上 我的内容大部分 是围绕他们的一个主题 因为其实自己 也是过来人嘛 所以经历过求职啊 各方面事情啊 自己也能去分享 这方面的东西 非常重要 小伙伴们做一下小笔记 做marketing的小伙伴们 一定要记住这个词 利他性 就是有自己的target group 自己的target audience 然后找到你自己的 unique selling point 那我的unique selling point 是这种人群 所以有时候就做自媒体嘛 你其实什么都会去做 但是其实可能不focus 那不如找到一个 你自己的一个点 谢谢敏娜姐的分享 就是对于我 这样的门外汉来说 其实我更好奇的是 就是你们的这个盈利模式 运营模式是什么样的 你每天是这个脚本 基本上都是自己写的 然后发了之后 就可能有广告商上 来找你合作 其实自媒体 我觉得盈利模式两种嘛 一种就是接广告 就是品牌方找你 就是他有可能 通过MCN 也可以直接来找你 然后合作一个主题 如果我说视频的话 我会自己写脚本 不是每一个博主 都会去自己写脚本 我觉得自己 有自己的想法 从好之后去拍摄啊 然后其实也是 相当于做Marketing一样 我会想到 他们的目标是什么 他要卖货 还是他要去转化 其实还有一种的 变携方式 我觉得是更长久的 就是你不是依赖于别人的 而是你有你自己的 一个Business 就像你这种 我觉得你有自己的 一个Service 一个Business 然后通过 它只是你的 一个引流窗口 但是你自己 要用你自己的东西 我一方面 作为一个博主 我依赖品牌 跟我合作 就是你找到 你自己的一个Service 像我现在的话 就是去年我辞职以后 我就自己做了 因为我之前在国外做Marketing 所以现在有很多 国内的品牌 想要出海 所以我就是帮助 国内的品牌 在欧洲市场 这是我的一个 本身的Service 会有很多人 通过小红楼上面 找到我 说能不能帮他们 进驻欧洲的市场 怎么说 从一个打工人 变身成现在 这样一个老板 其实也是到了年龄 一定觉得 就是想要自己 做一些东西 然后多一点自由的空间 米娜姐在行业里面 还是非常出名的 我和我几个同行聊 他们都认识米娜姐 所以我今天 必须把她给请过来 你做的这个Marketing也好 求职这一块也好 那么多年 你觉得在这个 你能够给这个 正在读书 在求职的小伙伴 小朋友们 同学们 有一些什么建议吗 我会建议 就是你刚到英国来读书 我觉得把一些时间 可以花再多去 出去 去了解这个地方 比如说对文化的了解 还有说多去实习 多去找工作 在不影响学业的情况下 有工作经验 其实是更重要的 说实话 就是工作了十几年 经验比学历更重要 说实话 最近我们公司 正在招人 我说几个招聘当中的趣事 那首先就是 我们公司的小伙伴 做了很漂亮的一个poster 上面就说得很清楚 我们职位要求是什么 下面有非常清晰的 一个邮箱 有感兴趣的同学们 投简历到这个邮箱 好 结果我收到了 巨多私信 绝大部分私信都是 怎么投简历 还说你这个邮箱 我在简历投不过去 听写错误 非常典型的毛病 然后我们在poster上面 还说得很清楚 说需要附上你的作品 我们面对海量的这些CV 就是有一些不达标的CV 我们就直接删掉了 所以同学们在投简历 在看招聘信息的时候 一定要看清楚每一个字 你怎么去投这个简历 怎么让老板停留在 你的这个CV上面 那是更重要的 如果我看到有的简历 他都没有按照我的 我的要求 你都没有达到 那之后做事情 我会比较担心 所以这是 其实就是 basic的一些事情 无非就是把那个 招聘那个poster上面 每一个字都看清楚 投的那个简历 那个邮箱 千万不要写错 对于这样子的同学们 他们就错失了 这个面试的机会 你看清楚JD JD里面是怎么说的 你要知道对方要什么 你能给到对方要的东西 立他性 对于雇主来说 我们看中的是 你可以给我带来什么 面试了很多同学 绝大部分的同学 都会觉得说 你可以给我带来什么 对对对 职场初期 我觉得你不要 太考虑太多的薪水 就是学习是最重要的 当然大公司 肯定有大公司好处 就有很好的 给你CV加分 小公司如果老板好的话 我觉得你能跟他学到东西 只要你能学到东西 都是一个好工作 我上次面试了一个小朋友 特别有意思 然后他来了之后 我就问他 你那个视频什么做的 结果他说 我摩羯做的 当时我都闷了 就招聘是一个 很严肃的一个场景 当时我都忍不住 我都笑啪了 然后那个同学 其实好像也有点点不好意思 他是真的开玩笑 还是说他就是认真的 我觉得他是认真的 他是很一本正经的 他说摩羯做的 他可能没听进去 因为我们面试很多的 都是刚刚毕业的学生 他们是没有太多经验的 对于雇主来说 我更看重的是这个同学的 他是不是愿意听你的话 愿意想要去学习 想要去学习 当然如果你有经验 肯定是最好的 所以就提议就是 如果你们来读书 有时间去打工也好 就是即使说 你觉得说咖啡厅里面打工 实习业 对你觉得好像 好像只是个服务员 但是其实这个过程 你也能学到很多东西 学到很多东西 一个就是 interpersonalship 对 customer relationship maintenance 就是很多的 都是transferable skills 所以都是可以学习的 包括说你刚刚讲的 就是态度 我招人的话 我不建议你没有经验 我更看重的是 你愿不愿意去学习 我还碰到有同学上来 就上来第一句话 你能给我签证吗 对 不要在第一个问题问 网上也有很多东西 说 就这么说 脏水了就泼 说什么华人老板 不给签证 我碰到真正 我觉得好的candidate 真正是有利于我们公司的 我觉得问签证是没有问题的 来和英国撒黑您 要所关注